见到本港的油股其实也做好 你觉得现在仍值得高追呢? 现阶段来说,去到90元流上的时候 市场其实股100元出现的机会都会比较高 但是如果你说要再进一步去升的时候 市场暂时就未必真的有这样的预期 所以90元松一点就去到100元的时候 潜在升幅都有一成左右的状况 除了是地缘政治因素 冬天方面也是能源的消耗会比较大一些 另外就是去到达白春天的时候 冬会多一些公司在工业活动相对上是多一些 这个也是对于电力需求都会比较大 所以这个对于油价方面 暂时都是一个利好的状况 所以现阶段我觉得仍然可以考虑在吸纳的 如果你说相对上基数会低一点的时候 当然是可以考虑这个中国石油 大概现在都是在4元附近的位置 除了这个方面之外也会留意到 它有一个股息率其实都是比较吸引的 都是超过有6厘的位置 所以就按着月线图来看 暂时看可能那个阻力位已经去到4.8至5元之间 才稍为阻力较大 比较现在4.1这些位置 吸纳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上升空间 至于一些谨慎一点的投资者 可以看看有没有机会稍为回一点点 例如介乎在3.9至4元之间才考虑吸纳 也是可行的 这个朋友就想再聚问 他就说8.57现价还不入口 现在就再升了一点点 他说其实他自己也很看好 资源类和石油石化股 但一直都不知道会不会接火棒 不如你回应一下 现价追不追 因为刚才你说的目标价 8.57现在还有水位 但他也有担心这个接火棒的问题 因为人家其实低位买的 那些都赚了不少 不如你又给他一些指引 有时朋友看到升了不少 但都心动动想卖 其实怎样断定自己会不会接人火棒 我想最主要来说 就是要看那个成交量 是否会有一个配合的状况 如果你说看到他那个成交量 仍然是有一个上升的趋势 那变成了这个接火棒的风险就不是很大 反而如果你说忽然间看到 那个成交量是有一个急升的状况 可能对应五日的平均值 就是高出了有三个或以上 这类型就是差不多是升到尾升了 接火棒的机会相对上就会高一点 现时去看中石油的成交量 都是一个稳步上扬的架局 倾向上都是一个价量齐升的状况 暂时看都是倾向上利好 除非国策有一些突然间的负面消息出 如果不是的话 应该都是仍然可以在这个位置做一个吸纳 仍然维持上网是$4.8-$5 一般来说我们都会订下一些指示位 万一不幸连续两天收下4元 才考虑做一个指示利场的部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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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